看了一下远方妖界的苍茫大帝,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这时候,李初凡端着一壶茶走了过来, 斩铃关心地说道, 初凡你怎么来了,赶紧回去。 就李初凡那个小身板,随便一点战斗余波,就能要了他的小命。 齐凡气定神贤, 放心吧,初凡在这里没事的。 绪凡端起来喝了一口,亲切地看着李初凡。 初凡呐,下次让葡萄泡茶端过来就行了。 斩铃也喝了一口,随后点头说道, 嗯,你师祖说得对。 在钢铁长城之上, 绪凡显来无事,操扣那一架合体傀儡, 手持破灵,要和斩铃切磋一下。 斩铃看着傀儡手中的棒子,十分羡慕地说, 大长老,这就是你的道理送了那一件仙器吗? 对,可惜宗门中没有擅使棒子的弟子,我只能先用着了。 斩铃感受着破灵的威能,口水止不住地流。 棒子虽然丑,可是威能比他手中的重水原刀强了不止一行半点。 重水原刀只是刚入门的仙器,破灵已经算是登堂入室了。 大长老,你是拿我试仙器吧? 斩铃长老想多了,我只是想测试一下合体器傀儡的极限,顺便再练着一架适合这个仙器的傀儡。 那就试一试,这架合体器的傀儡被我失手弄坏,大长老可不要怪我呀。 没事,傀儡好练,坏了我再练一架就行了,反正是模块化的,打坏了还能组装起来。 斩铃点了点头,手中出现重水原刀,化成血光,出现在了钢铁长城之外。 合体傀儡手持破灵,一棒砸出来。 哈哈哈哈,大长老,你虽然厉害,但终归是修为敌。 就在要躲闪之时,斩铃忽然感觉到,守护在周身的血海遭受到了距离袭击,一不留神就被击飞出去了。 斩铃长老,你轻敌了。 再来,我就不信下一次还能打到我。 一时间,血海棍影刀光,让钢铁长城上的人见识到了什么叫做尊者级别的战斗。 徐凡控制着傀儡打出一道道极限攻击, 葡萄也详细记录着每一道轰击的数据。 战斗最后,斩铃不再压制灵力,一刀横扫,把傀儡劈成了数半。 战斗结束,众人全部沉默,开始回味着刚才每一个细节。 斩铃拱手行礼,刚才那场战斗让他也是受益良多的。 大长老受教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机会与大长老切磋一下刀刀。 嗨,那就要看,我那道旅什么时候送我一把掀起大刀了。 你看看这画,不仅让人羡慕,还挺扎心呢。 这时候,一架化神器的剑客傀儡走上前来, 行礼恭敬地表示,想请大长老赐教。 徐凡看着这架傀儡,这是随影的。 他狂乃好兄弟,有一半是因为眼前这个背后的天窥狮。 啊,你想挑战一下极限,刚好无事可以玩一玩。 化神器剑客傀儡出现在徐凡的旁边,随后向着钢铁长城之外飞去了,随影紧随其后。 两家傀儡也不废话,奎颖一招一式非常简洁,直指要害, 弓中有手,手中有弓,每一招每一次都在试探徐凡的弱点。 同时,自己防守的滴水不漏,挥舞着手中的零剑, 划出一道道剑丝,布置在战场四面八方。 徐凡也只用他的招式,进攻和防御不急不躁, 宛如在教导自己的徒弟,甚至有时候有意引导,让随影发挥出更大的攻击力。 随着剑丝完全把徐凡的傀儡锁定住,随影的第一杀招已经布置完毕了。 需要操控的傀儡虚晃一招,后退百米开外,手中的零剑轻轻一拉, 顿时,剑气丝把空间全部封锁住了,徐凡的状态却非常轻松。 年轻人呐,沉不住气啊,再多的化神都能绞杀,只可惜遇上了我。 徐凡操控傀儡,就这么一刀斩出来, 弯刀剑丝猛然转变方向,向着随影笼罩而去。 随影眼神凝聚,表情紧张,虽然看不出来, 可是微微颤抖的动作出卖了他。 斩铃看着随影说道, 这小子还有后手啊。 有后手又如何,终究是要败的。 旁边的李初凡打去道, 你说说他为什么会失败。 施祖教过我,打架的时候不光要留后手, 还要找机会把敌人的后手引出来,再给予还击。 俗称就是骗技能? 嗯,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没白在你施祖身边这么长时间啊。 那是当然。 这时,一生剑鸣响彻天地,一道剑光穿过万道剑丝形成的巨网,向着徐凡展来。 徐凡不得不感慨,凝聚心神和所有灵力的巅峰一剑, 这是比王相池更加有剑道天赋的人。 徐凡操控傀儡躲过这一剑,以一种意想不到的角度,刺向了躲在剑光之后的傀儡。 随影眼中出现了一抹明雾,傀儡身上六处灵能核心被破坏掉了, 傀儡仿佛失去灵魂,向着大地坠去了。 斩灵感叹道, 大长老当真是妖孽,各种道法神通,信手捏来。 有一天,大长老跟我说他能创造三全世界,我都相信。 施祖是最厉害的,爷爷也厉害。 不错呀,实力增强了,嘴也甜了。 施祖教我的,实力不强的时候,嘴巴就应该甜一点,就像爷爷一样。 这从何说起啊? 我就是感觉以前的爷爷特别有气势,见了大长老也是一样,要什么有什么。 嗯,不错,修为境界虽然平常,伺候人的本事长得挺快的嘛。 于是,四五盘小菜,两壶零酒,徐帆和斩灵在钢铁长城上小酌起来。 徐帆喝了一口酒,要不是熊二长老飞生了,还用怕这家伙? 飞生就飞生吧,这个母狮子,终归有办法对付就行。 唉,我只是感叹呐,光是在这里守着,没什么意思。 斩灵突然好奇地问道, 大长老,你说以后能不能造出一炮击杀那云圣妖尊的杀气? 当然呢,只不过那是我成为炼气大宗师之后的事情了。 那,能不能击杀无敌尊者,就如千灵宗太上大长老那一般。 徐帆摇了摇头, 此界不会允许这样的东西出现的,就如同当初的古药一般, 它们的存在已经造成了世界的衰落,所以天道不容。 难道不是因为它们太强大了,威胁到了此界天道的存在? 再强大也有极限呀,到了一定程度,它们就飞升大千世界了。 根据熊二长老说,当初它们每一个古药从诞生到飞升大千世界, 都是要消耗海量的资源的。 飞升上界之后也不知道反哺, 甚至每一个飞升的古药都会带着海量的资源飞升。 长此以往,此界天道肯定是吃不消的, 所以找机会灭了它们。 原来是这样啊,只知道天道不容, 只以为它们太强大,威胁到了此界天道, 原来是吃得多拿得多呀。 就在徐凡和斩铃闲聊时, 云圣妖尊再次进入了轨道炮的打击范围。 徐凡立马精神起来。 我来主管第一炮,第二炮, 不到第三炮你来控制, 我最后第四炮兜底。 虽然现在天空上只有三座轨道炮, 但发挥其极限性能, 勉强可以做到无缝连接。 明白,主人。 而此时, 云圣妖尊正在钢铁长城数十万公里之外, 向着钢铁长城急速奔来。 他把感知开到了最大, 周身更有万道圣光护体。 他没有隐藏身形, 做好了随时破开空间瞬移的准备。 人族, 你最好有逼退我的手段, 要不然, 今天就是你们全灭之日。 徐凡倾笑一声, 哼, 挑衅来了, 不到准备开始。 徐凡缓缓地闭上眼, 众人只感觉, 有一股莫名的气势 从大长老身上升起来, 别人只是感觉到了气势, 而斩铃真切地看到了徐凡的恐怖。 这让他想起了那些传说中的大人物, 那个让天魔宗魔主都敬仰的人。 众人感觉到一股杀一声的, 徐凡猛然睁开眼, 双手各自放在了一个罗盘虚影之上。 随着他画出残影般的操作, 天上的轨道炮瞬间激发两炮, 随后微微一顿, 等葡萄发射完, 第三炮随之射出来。 正在向着钢铁长城杀来的云圣妖尊, 感觉到天空传了异仰之后, 身形瞬间暴闪, 一下就出现在几十公里开外。 大地猛然震动, 第三波攻击接踵而至, 云圣妖尊再次闪躲, 召唤出了身外之像。 闪烁的白光, 凝成道道光甲护在了他的身周, 而第三道打击, 洞穿了常有百丈的圣尸身外之像。 虽然打穿了, 但也给云圣妖尊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 让他躲过了第三次打击。 就在他以为要完事的时候, 第四次打击无缝前见而来。 一道白光闪过, 云圣妖尊的真身消失在了空中, 徐凡有些面色发白, 一旁的李初凡赶紧拿出可以恢复新神的灵丹, 给徐凡卫下来。 斩铃在旁说道, 看来大长老真的打不出第四炮。 下一回斩铃长老助我一臂之力吧。 那自是义不容辞。 我有一神通, 名为真灵大法, 到时候斩铃长老只需要贡献一点真灵本源, 别说第四炮, 第五炮我都能打得出来。 大长老的神通当真是绝世无双, 但是我觉得如此有为天理的神通, 大长老还是少用为妙。 没事, 我有功德气韵护身, 这一点有为天理的神通还是能顶得住的。 徐凡就这么看着斩铃, 这家伙不是调侃他打不出第四炮来吗? 那就让斩铃来打。 斩铃感觉到有些骑虎难下了, 拿出了众水原刀。 大长老, 自家真灵用起来多废啊, 且看我为你斩一具妖尊, 射他真灵过来。 到时候, 大长老想要多少, 我自愿为大长老取来。 行吧, 我突然感觉斩铃长老说得对, 就算是打出第四炮, 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而且这神通有为天理, 我这种社会好青年是不屑于用的。 大长老说得对。 好了, 大家放松一点, 只要那妖尊不傻, 近段时间是不会来了。 就这样, 徐凡干巴巴地在钢铁长城上处了一个多月, 闲得没事就指点一下身边的弟子和那些天魁师。 这期间镇守钢铁长城的弟子们算是赚大发了, 享受到了全方位的指点, 从上到下从里到外, 从神通到功法, 从灵魂强度到天父的深度剖析。 每一天, 那些人最期待的是让大长老喊他们的名字, 虽然有点无语, 但是, 看吗? 徐凡拿出一个御碟递给了斩铃, 这种类似的神通他还有很多呢。 万灵归原济天道, 回又重生转涅槃。 大长老这神通当真是不简单, 来真的, 我还是舍不得这一身修为啊。 其实啊, 当时创造这一神通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斩铃长老。 多谢大长老的厚爱, 目前宗门正是用人之计, 更需要我以此身作战。 哼, 说得也是, 那以后再说吧。 徐凡说着, 收起了手上的御碟, 这时葡萄的声音响起来。 报告主人, 轨道炮辐射范围外, 有三位云圣妖尊要进入边境内。 哼, 原来是分身哪。 一道虚影出现, 正是那已经炼制好两具分身的云圣妖尊。 今天你们此番区域的人族都要死, 还有那修炼血海一道的小尊者, 你现在逃跑还来得及。 云圣妖尊的声音中满是杀意和不屑。 我逃你奶奶个腿。 斩铃破口大骂, 她的一生大战小战无数, 有成功有失败, 可从来没有怂。 徐凡说道, 斩铃长老, 现在换我和她谈一谈。 徐凡的身影就这么出现在了三位云圣妖尊的身旁。 你是什么人? 一个劝你回家的人。 徐凡打出一道光幕。 妖尊想必很熟悉这个地方。 云圣妖尊这才注意到光幕中的内容, 脸色一下就变了。 你想与我圣尸一族结下血仇吗? 他一下就想到了那个打击他的武器, 虽然他能躲得过, 但是族内的妖尊至少有一半是逃不过的。 徐凡呢, 气定神贤。 人族和妖族那本来就是血海深仇, 妖尊倒不如说点实际的, 就比如你回家, 我也让法宝回家。 你放心, 我这大杀戚啊, 只杀妖尊, 不会对后辈出手的。 你就不怕我圣尸一族, 请动无敌妖尊, 过来灭了你们。 有些事情要给妖尊说明白, 这大杀戚承载着我宗门契运, 宗门不灭, 他就不会灭。 哪怕我此区域人族灭绝, 他依旧可以正常发射。 我们也不想招惹圣尸一族, 倒不如各退一步, 如何? 你在威胁我圣尸一族吗? 哈哈, 那倒不是, 我只是在和你商量, 谈不拢, 那就鱼死网破呗。 徐凡无所谓, 除非眼前这妖尊是个傻子, 要不然他一定会退缩的。 此时光幕中, 圣尸一族的妖尊飞往天空上探查, 可无论如何都找不到轨道炮。 云圣妖尊盯着徐凡看了好久, 这才缓缓说道, 人族, 此地以后为我族不争之地。 那我也保证, 火宗的大杀戟不会出现在贵族的城池之上。 人族, 如果我族领地以后发生类似的攻击, 那必将会请动无敌妖尊, 灭掉此方区域的人族。 好, 咱们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妖尊回到圣城之时, 就是我宗门法宝离开之时。 云圣妖尊又看了徐凡良言, 没有说什么, 默默地掉头向着圣城的方向飞走了。 徐凡的投影和光幕消失在原地, 钢铁长城之上, 他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哎呀, 又解决一个小危机, 扑到, 轨道炮就在那边停着吧。 徐凡知道, 他们双方没有什么信任可言, 有的只是互相的威慑。 说完, 他便起身带着李初凡回了引灵门。 这种固守在一个地方和上班一样的感觉, 徐凡很不喜欢。 引灵门, 十万里巨湖之上。 徐凡坐在灵龟上安然地垂掉, 王宇伦陪在一旁。 远处刀光漫天, 两位刀刀高手相互厮杀, 镇的十万里巨湖经常涌出百米的巨浪。 王宇伦看着自己的好孙子, 感慨说道,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 比你的儿子呢? 相持也是很优秀的。 行了, 别夸了, 管管你自己吧, 插解修炼, 争取早日晋级化神, 上次跟你说完, 效果不佳呀。 徐凡一只手搭在了王宇伦的肩上, 开始惯例检查身体, 期待那个不知道是他多少是以前的媳妇出来。 徐凡无比地期盼着好兄弟的媳妇威胁他, 比如拿两千年的命再换一次他的机会。 徐凡正做着美梦呢, 忽然听到王宇伦说, 徐大哥, 你检查完了吗? 这次时间有点长, 出了什么问题吗? 呃, 没事, 就是感觉没有意外的话, 你应该早晋级化神了, 想一想你天赋也算可以啊。 嗯, 只是可以吗? 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得到我这个评价已经算是人中翘楚, 马中赤兔了。 赤兔是什么马? 一种很神奇的马, 拥有它的人也会拥有一种最美丽的东西, 缠在腰间的那种。 哇, 那倒是很神奇。 王宇伦的鱼竿一沉, 一只长有五丈的巨灵鲨被钓出来。 今天运气不错, 终于能钓上来一条正常的鱼。 你觉得正常? 徐凡说着, 食指轻轻一挥, 巨灵鲨一分为二, 一个罗盘被徐凡拿了出来。 呃, 这又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 王宇伦十分无奈, 他钓上来的就没有一个正常的。 徐凡摸着下巴, 这应该是一件上古法宝, 看样子至少已经自我尘封几万年了。 徐凡说着伸出手指轻轻一点, 一股耀眼的灵光从罗盘上爆发出来。 这应该是一件稻奇, 让我看看有什么为能啊。 徐凡说着一只手轻轻俯过罗盘, 一瞬间天地变坏, 两人出现在几万年前的仙城虚影中。 这是一件专门储存影像的稻奇。 光是储存光影, 用稻奇是不是有些浪费啊? 咱们再往下看吧。 随着光影的视角变幻, 徐凡和王宇伦看到了仙城大街上的莺莺艳艳艳, 美态各异如仙子一般, 清冷高贵, 圣洁优雅, 甜美可人, 玉罗双修。 总之, 他们能想到的没说到。 几万年前应该是人族最强盛的时候, 也是天地间灵气最旺盛的时候, 资源丰富一点, 拿出仙气作为奖励也很正常嘛。 随着光影视角变幻, 两人欣赏了一场可谓是大宝眼福, 世间最漂亮的美人, 不过于此。 就在两人以为要结束之时, 光影的画面开始变幻, 按照徐凡的话, 由第一视角转换为了第三视角。 两人看清楚了, 这视角原来是一个风流倜傥, 凌俊俊美的少年。 见眉心目颇有一种侠气少年的感觉, 徐凡看着少年的面容说道, 这面相最低配置也得是个男主角呀。 王宇伦平头论足, 嗯, 此子不错, 有我八分的帅气。 你这个吹牛逼的毛病啥时候有的? 我说的是实话。 闭嘴, 转心看光影。 随着光影的快进, 两人感觉越来越不对, 这主角面向的少年竟然是一个渣男, 角色榜上的角色美人见一个爱一个, 他先是俘获了第十美女的芳心, 又借机攻略了他的闺蜜, 也就是排行第八的女修。 两人以为少年会到此为止, 写左右角色道旅过上让人羡慕的神仙眷侣生活, 可谁知这少年不满足, 竟然争得了两位角色道旅的同意, 开始攻略角色榜第五的家人。 王宇伦吐槽道, 那两位角色榜上的女人是眼瞎吗? 竟然会同意这样的请求。 徐凡在旁边有些发酸了, 长得帅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突然他听到李初凡的声音传来, 师祖,爷爷,你们在干什么? 徐凡一挥手, 庞大的光影世界消失了。 啊,没干什么, 只是在看一些东西。 不错嘛, 现在你已经在不加外力的情况下, 战胜巅峰时期八成的你了, 以后多加努力, 师祖看好你哦。 好了,表现不错, 给你放个假, 三天以后回来就行了。 真的吗?谢谢师祖! 李初凡走后, 徐凡和王宇伦相互对视一眼, 黑黑一笑, 又开始看起来了。 半个月之后, 徐凡躺在一朵熊二云朵之上, 不禁感慨道, 哎呀, 原来真的有男人可以做到这种地步啊, 有女人也愿意允许有这么多姐妹啊, 那罗盘中的光影世界如同电视剧一般, 讲述了一个顶级颜值少年软饭硬吃, 飞升仙气的故事。 徐凡看着天空有一种一难平的感觉, 这多情浪子的经历比那些主角牛逼多了, 也不知道以后在大千世界中, 能不能遇到这祸呢? 引灵门中, 每月一次决赛的大逃杀活动开启, 引灵门和千灵宗的金丹弟子一脸兴奋地参加这一盛况, 每月一回的大逃杀决赛, 其位列前茅的名词可以得到大量积分和奖励。 谢鹏一脸正式地问道, 林台道友, 恕我不能与你并肩作战, 因为这几个月, 每到月末的大逃杀决赛, 都是你们引灵门的影, 这一次我要为千灵宗挽回荣耀。 谢道友, 去吧, 这些都是应该的。 在徐凌台看来, 反正他们也赢不了, 因为这回大逃杀, 雄力也来了。 谢鹏却是眼神坚定, 那我去了, 在游戏中, 希望林台道友不要留守。 那到时候, 道友也不要留守。 两人说完, 走进了各自的幻术室。 谢鹏一坐在幻术法阵中央的椅子上, 便进入了游戏世界。 一张巨大的光幕出现在他的面前, 那是一张地图, 点哪里就可以传送到哪里。 这一次, 我要不惜任何代价拿到第一名, 时机成功。 谢鹏眼神坚定, 随便一点, 便开始了 预备传送环节。 希望一开始不要碰到雄力, 丁台道友也最好不要遇见。 经过好几次的教训, 这一把他一定要苟到最后, 哪怕天地破碎, 世界崩塌, 他也不会出来。 随着倒计时结束, 两宗所有金单弟子 消失在了自己的游戏空间中。 大逃杀世界, 一个庞大的冰山之下, 一道传送灵光出现, 谢鹏出现了。 又是五星世界吗? 可以啊, 看来胜算要多一分。 就在这时, 一道剑光闪过, 谢鹏淡漠又熟练地施展了防御神通。 护照崩溃, 谢鹏又给自己加了数层五星护照, 淡淡地说。 影刺, 在大逃杀游戏中, 你已经阻击了我三次, 以为你还能杀掉我吗? 不试试怎么能知道呢? 没兴趣跟你打, 走了。 谢鹏说着用水炖树 炖入到冰层中, 消失不见了。 没一会儿, 影刺的身影出现在 谢鹏消失的地方。 嗯, 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 影刺说着身形化成黑色烟雾 飘散在空中。 此时, 徐凡正在观看着这一场 大逃杀越决赛。 千灵宗弟子进步都很快啊, 这才多久就能活学活用了, 尤其是这谢鹏, 估计这一把能给人惊喜。 随着大逃杀游戏的进行, 两宗弟子相互厮杀, 相互隐藏, 慢慢走进了总决赛。 大逃杀游戏来到了决赛圈, 此时只剩下了十个弟子, 千灵宗四位, 引灵门六位, 随着毒圈的收缩, 只留下了方圆一百丈的空间。 三个千灵宗弟子聚在一块儿, 正在寻找最后一位盟友。 一个千灵宗弟子喊道, 西鹏师兄, 你出来吧, 我们最后和引灵门的几位刚一步, 输人不输阵。 远处剩下六个引灵门弟子, 正在一旁等待最后的决战。 大逃杀游戏因为千灵宗弟子的加入, 以往的那些阴险手段, 引灵门弟子都收敛了不少, 换作是以前, 除了雄历, 没人敢直愣愣站在决赛圈中。 引灵门弟子也知道, 千灵宗和宗门交好, 对那些弟子当然要客气一点, 当然, 除了徐灵台, 现在整个引灵门一代弟子中都传遍了, 徐灵台对着千灵宗十大弟子之一的谢鹏, 来了一记先庭盛宴, 虽然答应为其隐瞒, 但私下里依然忍不住进行讨论呢。 千灵宗弟子刚来引灵门的时候, 先攻盛宴这个话题一直居高不下, 长居话题榜榜首, 这也导致了徐灵台在宗门中饱受了异常的眼光。 千灵宗弟子喊了好多遍, 也不见谢鹏出来, 他有些沮丧地说道, 难道谢师兄真的被淘汰了吗? 好了, 既然谢师兄没有进入决赛圈, 现在我们三位要撑起千灵宗的门面, 熟人不熟阵, 我们必须要发挥出全部实力, 引灵门的兄弟。 我们轻松获胜, 兄弟徐灵台和向云。 兄弟赞扬说道, 不愧是顶级宗门, 这个气度还是不错的。 好了, 现在是内战时间, 是你们识相一点, 还是我把你们打出去? 他手中出现了两把巨大的铭筋巨锤, 而躲在傀儡后面的千万兵说道, 大师兄, 你这平淡的表情配上这么嚣张的话, 小心灵台师兄使用大招。 兄弟脸色微变, 老实说, 哪怕他防御无敌, 还真怕这玩意儿。 千万兵, 你怎能凭空玷污我清白啊? 我与熊丽大师兄相亲相爱, 怎么会用那种招数? 徐灵台连忙辩解, 并频繁使用眼色, 示意在场的人不要提起这个话题, 万一谢彭在, 那不就完蛋了? 千万兵对着周围大声喊道, 在场的其他弟子也都在等待着隐藏在暗处的尸地出现, 许久之后也没有动静。 千万兵喊着平时那些老鹰逼的名字, 也没见有人出来。 硬死不出来也不是办法, 时间不等人, 你们一起上吧。 熊丽说着, 挥舞明金俱锤对撞了一下, 一道阴沙波动向四周扩散。 那随便, 等我出去后, 一定要看一看是哪个老鹰逼。 千万兵说着, 指挥着傀儡全面压上来, 对着熊丽杀了过来。 随后又有剑阵、 剑光、五行神通、 防御塔接踵而至。 面对着铺天盖地的攻击, 熊丽只是注意了一下向云的剑阵, 便开始大杀四方。 一时间天崩地裂, 地洞山摇, 满地都是被熊丽锯砸出的大坑。 躲在暗处的谢鹏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这就是引灵门大师兄的实力吗? 他亲眼看着他的灵台道友, 被一锤隔空镇死。 这种狭小的作战环境, 对徐灵台相当不友好。 随后, 熊丽三下五出二, 把剩下的弟子全部淘汰了。 大逃杀世界中, 能活动的范围只有方圆十丈大小, 只剩下了熊丽和谢鹏。 躲在暗处的那位师弟, 出来吗? 哪怕这个毒圈缩到最后, 我也比你能扛。 熊丽收起了锯锤, 而谢鹏躲在地下, 还是窥然不动。 还是不肯出来吗? 大逃杀能活动的范围, 缩减到了方圆三丈大小, 谢鹏终于缓缓冒出头来。 千灵宗? 谢鹏? 熊丽道友, 我想拿到这大逃杀第一, 可否行个方便? 那就要用实力说话, 我是行不了方便。 那熊道友, 就不要怪我了。 谢鹏眼神有些闪烁了, 如果是别人, 他还有把握, 可是面对熊丽, 一点希望都没有。 不过, 正面对抗没有办法, 可是让熊丽知难而退, 他还是有希望的。 熊丽拿起锯锤, 看着谢鹏笑着说道, 来吧兄弟, 我不怪你。 而这时, 谢鹏周身出现了数层神通护照, 随后双手开始结印。 他结印的速度也不快, 慢到熊丽都能看清楚, 他要施展什么神通。 熊丽脸色大变, 手中锯锤毫不犹豫, 对着谢鹏砸了下来。 嗡的一下, 数层护照硬生生挡住了这一锤。 谢鹏不紧不慢地截着反应, 仿佛故意给熊丽时间, 让他做出选择。 熊丽看着谢鹏道, 道友, 你太过分了。 我知道你们引灵门的潜规则 是不允许使用这样的神通, 但是这一次, 我狗到最后就是为了第一, 不知熊丽道友可否成全。 谢鹏不紧不慢截着反应, 熊丽脸上的表情很是精彩, 看了谢鹏好一会儿, 这才缓缓说道, 就当是我替灵台还你的。 熊丽这句话, 让谢鹏有些摸不着头脑, 可是看到熊丽自动放弃, 慢慢消散的身影, 他知道这一回他赢了, 虽然有些不光彩, 可他的确是第一。 而看着直播的徐凡大笑出声, 这真是有意思呀, 自家徒弟创造出来的神通, 竟然被外宗人拿来得了便宜。 谢鹏如愿以偿拿到了第一名, 可有些开心不起来, 原本他预想的环节有很多, 他使用那种神通, 只是想吓一下他们, 真要到最后, 他肯定会放弃的, 选择用正经的神通硬钢, 只是剧情发挥得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替灵台还给他, 这什么意思啊, 灵台倒有, 有欠过他什么吗? 而这时, 谢鹏忽然想到了 在千灵宗和徐灵台切磋时, 徐灵台释放幻术前说的那些话, 可想了想, 谢鹏摇了摇头, 不可能, 只是切磋又没有深仇大恨, 谁会用这种神通? 天恋仙城, 两界自然通道处, 叶逍遥一脸疲惫地走出来, 眼神中透着一抹兴奋的光芒, 老剑, 咱们这次的收获, 足可以在天恋仙城, 兑换两把盗器灵箭了, 五驾, 五驾, 前方的路还很远, 老剑在叶逍遥心底, 悠悠地说道, 曾几何时, 先起都看不上眼的他, 现在竟然为了这个傻小子 得到几把盗器灵箭, 而有些兴奋。 我知道, 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头, 不是吗? 叶逍遥说着, 坐着天恋仙城的灵舟, 返回到了仙城。 天恋仙城任务大厅中, 叶逍遥把任务需要的灵矿和灵石都交上来, 兑换成了海量的贡献点, 转身又进入到了任务大厅旁边的兑换大厅中。 火炎灵箭, 震惊灵箭。 他用尽所有积分, 兑换了两把五星基础盗器灵箭。 五星盗器灵箭, 终于错够了。 叶逍遥看着周身漂浮的五把盗器灵箭, 言语中有些许的感慨和心酸。 炎虚器再加上小五星绝杀剑阵, 合体机妖族已经可以轻易斩杀, 但是这只是个开始。 后期还有大五星绝杀阵, 银阳五星绝杀阵, 虚空五星绝杀阵。 凑齐盗器灵箭, 再把这几种剑阵参悟。 到合体器以后, 你就可以猎杀那些一般的妖尊。 为什么都跟五星有关系呢? 因为再让你去收集别的属性剑阵灵箭, 也来不及。 有时候我就很奇怪, 按理说你这个命格, 应该会有几次大奇遇。 凑齐十几把盗器灵箭, 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只是你现在的情况, 可你的命格有些不符, 难道是有人在抢夺你的机缘? 你都说了多少遍了, 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你现在好个屁, 有我这个天地指点你, 现在就混到这种地步。 祖剑势力没有成功, 让你忽悠也没有成功, 我甚至把那些绝世功法也放出来了, 你很…… 叶小瑶微微眯着眼, 看着少女的背影, 露出了欣赏的神色, 老剑在她心底蛊惑道, 天烈门的小公主, 这也是个机会, 你上不上? 算了, 高攀不上。 叶小瑶收回眼神, 摇了摇头, 这点自知之明她还是有的, 那少女美吗? 想不想? 你喜欢吗? 让她做你道理, 你愿不愿意? 老剑提出了灵魂三问, 你不用回答, 你心中的欲望, 已经替你做出了回应, 大丈夫生于天地间, 就要修炼最强的道, 娶最美的女人, 你们两个结合, 是你的机遇, 也是天烈门的机遇。 你说的再多也没用, 人家估计看不上我, 你再费劲也不行啊。 叶小瑶十分冷淡, 这种荒唐的计划, 老剑隔几天就要说出来一个, 他都已经习惯了。 谁说看不上你, 我…… 我有办法, 我有神通可以帮你解决。 下次我要换个词。 其实我感觉现在这样挺好, 老老实实做任务, 用积分换取道气零件。 虽然时间有点长, 但可以磨练自身禁忌和剑阵啊。 你这才懒你。 休养三天后, 再去接几个任务, 去妖界看看, 有没有好东西。 知道了。 夜晚, 叶小瑶租住的小院中, 叶小瑶喝着小酒, 欣赏着满天星空, 感慨说道。 老剑, 你说当初, 要是向周没有被妖族入侵, 该有多好。 雀天门还在, 好多朋友也还在, 那时候的我, 已经修为精进, 要找那退我婚的女人打一架了, 让她知道, 她才是个废物。 当初的事, 现在想一想, 就感觉已经物是人非了。 这有什么好留恋的, 也就是你那天资爵士的徐凡师弟, 值得关注一下, 可惜, 现在也没有找到她, 要不然, 你还会缺道气零件吗? 老剑, 你的功力心如此之重, 那你在秀为低位之时, 就没有什么至交好友吗? 以前有, 后来被捅了一刀之后, 我只想成为世间最强, 为此所有人都可以利用。 我感觉你很寂寞, 我也一样。 叶向阳喝完杯中的酒, 看着漫天星河, 眼神中有一丝落寞, 一丝伤感。 你寂寞倒是真的, 不过你想一想以后最大的敌人, 是不是感觉就淡了点? 那只是你最大的敌人, 跟我没关系。 叶向阳不认账了, 他就感觉非常扯, 这还没怎么着呢, 就惹到了那种传说中的大人物。 在我住进你体内时, 你的宿命已经变了, 这就是你的宿命。 要不, 咱们两个灭了他, 要不, 他就灭了咱们两个。 小子, 只要你以后按照我说的去做, 日后飞升大千世界, 成为先帝不成问题。 未来的先帝, 你现在想一想, 还有什么好寂寞的? 一想到以前的先帝竟然来安慰我, 心情好多了。 以宁门, 徐凡表情有些诧异, 因为葡萄收到了九凤岛最后传来的情报。 我早就说过, 天命之人必有其大能帮助, 这样也好, 省得我再给那边费心了, 当真是一本万里的投资啊。 徐凡说着, 身后自动浮现出了功德契运宝盖的身影。 这么多功德契运, 你说那边会不会用点手段给收回去了? 蒋灵有些羡慕了, 而徐凡摆了摆手, 这是肯定的, 以后那些女帝手下的能臣义士, 不用女帝吩咐肯定会想办法弄死我, 可是到了那个时候, 想杀掉我没那么容易。 徐凡早在九凤岛葡萄权限被赶之后, 就感受到了一丝杀意, 虽然不强烈, 但是很坚韧。 展灵想了想, 大长老, 我这段时间仔细想了想, 如果在宗门安全的情况下, 我重修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好, 展灵长老想明白了。 想明白了, 重修之后, 按照咱们宗门的传承功法神通走, 以后会比我现在更加的强大。 自从上次被彻底压制之后, 他的脑海中一直回忆着那天, 当真是一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想到这儿, 他心中就非常不甘。 徐凡想了想, 现在两界局势不稳, 宗门中虽然有轨道炮, 但有些地方还需要长老出马。 如果斩铃长老真的想重修的话, 再等两百年, 如何? 两百年时间比我想象的要短。 大长老, 你说我重修转修哪一道好? 当然是咱们传统的五行一道, 配合着宗门最顶级的五行诀, 打什么都顺手, 五边形战士, 岂是儿戏? 五行一道, 五行诀, 可以。 五行一道有很多分支, 其中有一支, 就是为长老量身准备的。 斩铃一下来了兴趣, 连忙问道, 是哪一道? 这五行灵域算是我的独创。 徐凡说着, 五行灵域出现在天空上, 天空被蕴染成了五种颜色, 随后, 五种灵域开始演化神通, 刚开始是单一灵域神通, 随后开始相互融合, 形成各种五行神通, 又形成各种五行生灵帮其作战。 斩铃长老所修的血海神通, 与五行灵域有共通之处, 可以省下很多时间修炼。 看着徐凡用五行灵域演化的神通, 斩铃震惊了好久, 这才缓缓开口说道, 恨不逢君, 未修使, 大长老, 你是我在世之师。 斩铃说着, 要起身给徐凡行师徒之礼, 徐凡赶紧躲开, 嗨, 不用这样, 我做这一切, 皆是因为你是隐灵门的长老。 以后, 我将永远是隐灵门的长老。 斩铃眼神坚定, 这样的宗门, 这样的大长老, 给他掀起都不换。 徐凡点了点头, 手中出现了两位御简, 一个是重修的神通, 另一个是五行灵域的传承神通, 这两百年时间, 斩铃长老自行参悟就行了。 多谢大长老。 斩铃说完, 迫不及待地回到山头, 参悟神通去了。 T407章, 李初凡挥舞着手中的重水原刀说道, 那我以后可以教爷爷修炼吗? 徐凡笑了笑, 那可能够呛, 你爷爷重修之后, 估计用不了多久, 修为就会变成原本的样子, 所以你想切磋赢过他, 这个想法就不要想了, 哪怕你爷爷修为比你低, 也能轻松地胜过你。 我不信, 我现在已经很厉害了。 你现在很厉害吗? 那证明给师族看看。 徐凡说着一挥手, 远处十万里巨湖湖面, 化成了一小型的冰原。 冰原之上, 有一个手持冰刃, 和李初凡长相一模一样的少年。 徐凡悠悠地说, 去吧, 看你今天能不能战胜这个, 自身实力巅峰八成五的复制品。 师族, 看我表现。 李初凡像是一个愣小子似的, 冲向冰原, 开始和复制品搭战, 结果没过多久, 他就被打得只剩下一口气了。 徐凡手中出现了半地木质本源, 弹指间化成烟雾, 融入到了李初凡的体内。 唉, 怎么样, 先把自己打赢了再说, 李初凡有些沮丧了。 师族, 这也太难了, 我都拼尽全力了也打不过他。 你感觉, 刚才那复制体强在什么地方呀? 李初凡想了想, 他的神通, 身法, 还有那种对环境的适应都比我强。 那本质你看透了吗? 本质? 嗯, 他想的比我多, 神通施展比我强? 哼,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全方位的都没有他强。 李初凡低头站在徐凡的身旁, 感觉这段时间进步微不足道。 徐凡看着好徒孙说道, 和一般人比, 你算是天才, 和天才比呢, 你比他们也强上一点, 可是和天骄比, 你什么都不是。 师祖, 我明白了, 我会珍惜跟在你身边的机会的。 说得好像, 你师祖现在没多久可活似的, 还珍惜。 跟在师祖的身旁, 主要是让你把以后的路走明白了。 嗯, 我爹也跟我说过。 嗯, 那就好好跟在师祖身边学习, 日后争取超过你爷爷。 师祖, 你说我多长时间可以超过爷爷? 大概需要一千五百年吧。 好嘛, 一喷冷水, 浇到了李初凡的身上。 啊, 还需要这么久呀。 必然的结果, 只要熬就是了, 不要耗费更多的精力, 知道吗? 遵命, 师祖。 就这样,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 一转眼, 千灵宗弟子马上迎来三年之期。 一个练虚期的千灵弟子, 有些不舍地说道。 唉, 想在隐灵门多待几年。 他一到隐灵门, 就发现这里的精品五届法宝出奇的便宜, 少量积分和零食就可以换取。 当然, 用零食是限购的, 一人最多五件, 用积分不限购。 最让他兴奋的是这里的盗器, 兑换所需要的积分, 感觉努力个几十年就可以兑换得出来。 千灵宗练虚弟子眼中透露着一股渴望的神色。 要是让我在这里待上个几十年, 那把清云灵剑, 我一定能把它对换出来。 清云灵剑算什么? 那磐石护甲不香吗? 这么罕见的护甲盗器, 那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 另外一个炼体弟子, 有些可惜地说道。 那五行盗盘也挺不错。 这是一个竖法一荡的炼虚弟子。 不要想这么多了, 回去之后给宗门说一下, 看看能不能通过宗门, 用零食零矿把那些盗器买过来。 云秀师兄的建议不错, 我们回去之后就跟长老们说, 这么多年我也攒了不少家当, 全拿出来应该够了。 妖解。 徐刚站在钢铁长城上, 感受着周围稀薄的灵气。 胡桃, 师父的计划, 还有多久能完成? 他觉得, 这里的灵气浓度比刚来的时候, 至少要低了一半。 葡萄回答, 还需要三年时间, 就可以彻底把这方圆三十万里的灵气 全都控制起来。 这可是方圆三十万里啊, 到时候就真的一点灵气都没有了吗? 不会, 主人说过, 维持那些灵质最基本的生长所需灵气就可以。 那就好, 感觉把此方区域的灵气全部吸收殆尽, 就回天长。 徐刚轻轻扭动手上的戒指, 把自身灵气密度调到了五档, 一瞬间便有大量的灵气从天而降, 充斥在他周身一丈之内。 换灵戒指, 这是每一个来妖界执行任务的人必备的。 戒指有九个档位, 每一档对应着一个境界, 修炼的时候用和境界相对等的档位, 作战时调高一档。 有的这个, 妖族还怎么跟我们的? 这些只能防备一般的妖族, 妖尊是防不住的。 斩灵站在徐刚旁边, 手中有五团灵气正在手心中盘旋。 徐刚赞许道, 能防众一般妖族就够了, 五星灵域一到, 当真是不凡。 你也转修, 跟我一起修炼这五星灵域如何, 以后我们就可以互相论道。 斩灵知道, 徐凡很看重眼前这个大徒弟, 如果能拉着他一起修炼五星灵域一到, 那以后大长老教徒弟, 也得把他一块教会了。 徐刚挠了挠头, 我也问过师父, 他说大五星神通一到更适合我, 也是, 道无强弱, 差得只是所修之人罢了。 徐刚, 你能不能把你师父教你的东风神通 再给我示范一遍? 斩灵点头说道, 然后他眼睛就亮了, 没事来徐刚值班的地方镇守, 为的就是这个东风神通啊。 徐刚却是摇了摇头, 斩灵长老, 你想学可以直接跟师父说, 你看是永远看不会的。 他光是把这个东风神通施展出来, 整整用了两年多才成功。 当初他看徐凡这么轻易施展出来, 就感觉这神通也就是那样, 一两个月也就差不多了, 可是接触之后他就傻眼了, 这东风神通岂止是难上千百倍啊, 光是失败他就不下一万回, 最后还是经过师父的一番悉心教导, 这才得以成功。 大长老不教我, 说我现在用不上这个, 再学那种高难度的也没有时间, 所以我就想看你施展东风神通, 看看能不能学会, 即便学不会, 那其中的融合之道, 也对我这五行领域有帮助。 你愿意看就看, 我就当练习了。 徐刚说着, 身后出现了千属虚项, 数十对手一同结印施法, 没办法, 他自己是施展不出来的, 必须需要牵手虚项的辅助。 随着天地间五星灵气汇聚, 一枚导弹形状的虚影出现了, 斩铃顿时睁大双眼, 全神贯注地盯着这门导弹慢慢形成。 融合之道, 竟恐怖如此。 能看得出来, 东风神通所需的灵气倒是没有多少, 可其中用到的五星融合一道, 多得令人发指。 可以说, 整枚东风导弹, 算是五星融合一道, 极大成的神通。 随着导弹成形, 尾气喷出耀眼的火焰, 推进着导弹向远处轰去。 东风导弹在距离钢铁长城三百里外, 直接爆开了。 感受着传来的波动, 斩铃不禁说道。 同样的灵力, 所施展的神通与之相比, 简直是盈盈之火, 与天地争灰啊。 斩铃长老没有把心神损号算进去, 这个也是一种焦耗。 普通神通也有精神损号吧, 灵力比较关键。 斩铃手中, 五团五星灵气慢慢融合, 形成了一枚灰形的东风导弹, 而随后灵力开始挫乱, 最后爆开来, 在斩铃手中形成了一朵小小的蘑菇云。 斩铃长老, 你融合各种灵力的比例系数不对, 火灵力与金灵力多了点, 土星灵力需要再少一点。 徐刚眼中透露着一抹笑意, 这门神通的变化之多, 是他在所有神通当中见过最多的, 哪怕是大乘尊者, 一时半会儿也是无法掌控的。 斩铃点了点头, 是吗? 我再重新来一遍。 三个时辰之后, 斩铃长老, 你这个火属性灵气和木属性灵气 融合排比错了, 还有一点不均匀, 抽取的那一部分特殊物质的比例也错了。 徐刚在这三个时辰中, 一直孜孜不倦地叫导着斩铃。 斩铃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挥了挥手, 把手中的五团灵气消散掉了。 算了, 看来此神通与我无缘。 斩铃长老不要放弃, 我在师父的精心教导下, 花了两年时间才学会此神通, 所以斩铃长老要坚持。 斩铃表面上点着头, 心里却在吐槽, 这和自己坚持有个屁关系啊, 徐凡要是不教他的话, 那根本全白搭。 半个月之后, 处丰厚广阔的平原上, 一群千灵宗弟子在此聚集, 等待着他们宗门的灵周过来接他们。 所有千灵宗弟子面带不舍之色, 这三年来, 在野灵门的生活让他们成长了很多, 许多弟子甚至在这里找到了未来系统修行的方向。 临别前, 有很多人过来送行。 谢道友, 至此一别, 不知什么时候可以相见呢? 这是从小伴随在我身边的五行灵珠手串, 是我师祖轻手炼制的精品宝器。 徐凌台说着, 把手中带着的手串拿下来, 放到谢鹏手里, 语气很真诚, 他现在有些稍微后悔, 如果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 他绝对不会使出那种神通的。 谢鹏看了看手中的五行灵珠手串, 又看了看徐灵台, 随后点了点头。 灵台道友, 你的心意我收下了。 众人突然感觉光线一暗, 一艘庞大的星舟, 缓缓落到了御留亭靠的位置上。 千灵尊者带着他们宗门另外一位练习宗师, 和一千个千灵宗弟子, 从灵州上下来了。 徐凡, 展灵, 李星辞一家, 上前迎接。 千灵尊者笑着说道, 大招老, 好久不见吧。 三年时间, 对他来说只是转眼间的事情, 但是他想把学成绝活的 炼器宗师接回家的心情, 却是急不可待的。 徐凡笑着说道, 三年未见, 千灵尊者的灵位跃胜了。 哈哈哈哈, 哎, 当不得大招老夸奖。 千灵尊者挥了挥手, 可是表情非常受用。 大招老, 这次我带来了一千位弟子, 不知道贵宗要过来交流多少位弟子啊? 放心吧, 大招老这一千一百位弟子, 肯定会在千灵宗受到热情的招待。 尊者这么说, 我也不能亏待了贵宗弟子不是吗? 千灵尊者还事一周, 奇怪地说道。 哎, 我宗的那位宝贝炼器宗师呢? 哼, 王一宗师想要再留上三年。 千灵尊者微微色变了, 他们这位大宝贝不会想待在引灵门不走了吧? 徐凡笑着说道, 尊者可以去劝一下。 走, 我去看看他在干什么。 宗内有多少我等着他呢? 心里没数吗? 不当, 安排一下新来的住址的住所。 徐凡说完, 带着千灵尊者和那位炼器宗师, 向着主封后平原其他方向飞去了。 此时, 王一正在和混铁猿猴一族的炼器宗师, 讨论着一条庞大的蛇形巨兽战舰。 现在, 巨兽战舰主体的切割部分已经完成, 他们正在进行内部改造, 一大庞大的光幕, 出现在他们身旁, 上面是这个部分的图纸, 一人一腰正在各输己见, 激烈地讨论着, 连旁边站满了人都没有注意到。 千灵尊者和蔼地说道, 王一总是啊, 三年时间已经到了, 咱们该回去了。 这个部件又燃明灵火炼之为……, 王一一愣, 扭头看了一下, 才发现身边站满了人。 大长老, 太上二长老。 他先是对两人建立, 随后看着千灵尊者说道, 太上二长老, 我想在隐灵门多待几年。 王一说着, 激动地指着那座妖族的蛇形巨兽战舰。 大长老伟大的设计, 我要能亲眼看着它成形, 此生无憾。 王一, 你们是在改造这艘妖族巨兽战舰吗? 对, 只要那沙雕宗师研究出最后一个关键的合金灵矿, 整个妖族蛇形巨兽战舰, 这可以变化成两种形态。 在妖界时, 可以变化成蛇形巨兽战舰, 在人界时, 可以变化成为星洲形态。 当然, 这玄妙之处不止于此。 王一的话, 让千灵尊者身边的那个炼器宗师眼睛也亮起来, 有些渴望地看了过去。 星洲作为炼器宗师最顶尖, 也是集炼器宗师技术级大成者, 没有哪个炼器宗师能拒绝改造一艘星洲的诱惑。 于是, 这个家伙也眼睛放光地说道, 太上了长老, 我也想留下来, 跟着王一改造这妖族巨兽战舰。 你们两位可是我千灵宗的大宝贝啊, 都把你们留在引灵门, 回去之后, 我怕老大会打死我。 千灵宗者有些蛋疼了, 休闲戒空间被封印, 虽然有星洲可以降临到各大仙城, 可时间和成本一般的宗门还真受不了。 这个结果就造成了, 每个宗门都会把自己门中的炼器和炼丹人才, 全都笼络起来当成宝贝。 两个炼器宗师就这么默默地看着千灵宗者进行无声的反抗, 千灵宗者有些为难, 这要是平常时候也就算了, 但是现在是关键时期啊, 整个千灵宗就你们两个炼器宗师, 这万一星洲在极空之域出点什么事儿, 这可怎么办呢? 千灵宗还有你们接下的许多任务啊。 这两人还是默不作声, 铁了心要留下来研究这个巨兽战舰。 看着两人的状态, 千灵宗者有些头大了, 如果他们俩都留在这里的话, 回去之后老大可能真的会打死他的。 第409章 千灵宗者是不敢凶那两个大宝贝的, 只能求救式地看向徐凡。 徐凡叹了一口气, 两位宗师啊, 要不这样, 你们商量一下谁回去, 我会把这艘妖族巨兽战舰的详细改造计划和光影 给你们记录下来的。 结果还是两个人都沉默, 徐凡开始头疼了, 这怎么整呢? 他试探地看向千灵宗者, 要不把他们俩都留下来? 千灵宗者猛然摇头, 不行, 我回去会被老大打死的。 徐凡传音道, 要不然你直接打晕一个强行带回去吧? 也不行, 我宗门这两个大宝贝都是倔强之辈, 打晕带回去会心生地解, 万一以后不好好干活可怎么办呢? 那只有一个办法了, 你去妖族抓一个妖族的炼气宗师给你们宗门服务不就完了吗? 徐凡的话一下提醒了千灵宗者, 仿佛让他打开了思路, 他把目光投向了混铁猿猴炼气宗师。 混铁猿猴看了看这个随手可以捏死他的人族宗者, 想了想, 坦白了。 尊者, 如果想要妖族炼气宗师为你们服务, 最好找那种伟大族服务的小族炼气宗师。 这样小族炼气宗师, 真心归府的可能性比较大。 对呀, 我以前怎么就没想到呢? 大战老, 可否让我带回一位妖族炼气宗师帮忙, 顺便说服老大。 放心, 该出的费用一点也不会少。 孤当, 现在能不能调出一个月弧异族的炼气宗师啊? 可以, 只需要让月弧族的炼气宗师补上即可。 那给他发布任务吧。 遵命。 徐凡又看向那两个人。 两位宗师既然不愿意走, 那就留下来, 我们一起研究, 争取早日炼制出属于咱们的星舟, 然后呢, 也给你们千灵宗带回一搜去。 两位宗师连忙看向千灵宗者, 行了一礼。 感谢太上二长老, 感谢太上二长老。 千灵宗者都气笑了。 现在知道我是太上二长老了。 不多时, 一个月弧族的炼气宗师出现, 眼神狂热地看向徐凡。 主人, 您交给我的任务一定圆满完成。 千灵宗者传音给徐凡。 大长老, 你这迷魂的手段, 我要跟你学一学呀。 好了, 孙者, 先去星舟上休养, 随后会有人给你安排下来的。 明白。 千灵尊者一昏熟, 身边的弟子把月弧族的炼气宗师给安排起来了。 千灵尊者又拿出一枚戒指送给了徐凡, 算是学费和葡萄分身的租赁费用。 大长老, 这是你们当初要的灵矿和灵财。 唉, 尊者客气了。 客气什么呀? 以后你们缺什么灵矿直接给我说, 千灵宗的底蕴你也是知道的。 那尊者下次来的时候, 看看能不能带这几样灵矿呀? 徐凡说着拿出一枚玉剪递给了千灵尊者。 没问题。 千灵尊者看都不看, 把玉剪收起来了。 他不怕徐凡要, 就怕徐凡不要。 他很明白, 以后千灵宗会囚到徐凡的身上的。 未来的炼气大宗师, 无敌尊者来了, 也要放下脸面。 三年之后, 我会把贵宗的弟子一个不少地带回来。 大长老, 咱们后会有期。 千灵尊者拱了拱手, 徐凡笑着告别。 尊者, 咱们三年之后再见。 千灵宗星舟走了之后, 徐月仙来到徐凡身旁说道。 师父, 你就不怕这一千一百位弟子不愿意回来? 我心挑戏血的那门弟子不可能不回来。 再说了, 咱们引灵门的硬件条件比千灵宗差吗? 其实我也想去千灵宗。 你连妖界基地周围还没有探索明白, 还想去其他地方? 不可能。 徐凡白了月仙一眼, 看向天空说道。 也不知道, 星辞他们一家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他已经拜托千灵尊者, 把李星辞一家送到了仁族航道中的星辰上, 估计在那边待上几年也就能回来了。 把那些东西从长老会拿回来, 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徐月仙点头说道。 长老会应该不会贪恋阮天长老的东西吧? 等阮天长老回来, 你就知道有多少了。 徐凡说着, 想起了李星辞当时给他说过的, 那可是一个顶级宗门万年来的底蕴, 以前感觉星州海州到齐那才是最主要的。 现在徐凡觉得, 自己到底是格局小了。 千灵宗, 随着千灵尊者带着星州回归, 整个宗门上下的弟子, 全都后悔没有争夺去引灵门的名额。 不说其综合实力的进步, 光是带回来的特产, 就让那些没趣的弟子很是眼红。 引灵门对外出售的五阶精品宝器, 就连金丹七弟子也能买足限额。 去了那边的, 平均每人都带回来了五阶五阶精品宝器, 而且是最适合自己功法神通的那种。 单单是这带回来的东西, 就让全宗上下没趣的弟子全部得了红眼病。 一个千灵宗弟子得知了五阶宝器的价格之后, 有些不信邪。 五阶精品宝器, 竟然在引灵门卖得这么便宜啊? 对, 你没听错, 就是这么便宜, 这也算作是引灵门弟子的福利。 大家垂胸顿足, 纷纷开始谋划着下回一定要报名。 而另一边, 千灵宗的太上大殿中, 太上大长老正看着眼前被吓尿的, 月壶族炼器宗师。 千灵宗者看着被吓得瑟瑟发抖的月壶炼器宗师, 有些无语地说, 老大, 你把气势收一收, 这是咱们千灵宗未来几年的外聘炼器宗师啊。 大殿之上, 气势瞬间收回来, 太上大长老变成了一个和蔼的老头, 笑眯眯地说, 刚才多有冒犯, 宗师不要介意。 不介意不介意, 能见到无敌尊者是我此生的荣幸, 来之前主人已经交代过, 需要我干什么直接跟我说就行。 一枚玉剑漂浮出来。 炼器室和灵矿已经为宗师准备好了, 有什么需要可以直接跟我说。 好的, 麻烦让我带我去炼器室, 我现在就开始。 约狐族炼器宗师收起玉剑来, 转身就要走, 没办法, 这里压力太大了。 而太上大长老挥了挥手, 一名弟子出现, 带着约狐族炼器宗师前往了炼器室。 第四百一十章 等人走了之后, 千灵尊者赶紧说道, 老大, 你就按照我说的, 你去妖界吧, 把那些妖族大族中的小族炼器师和炼器宗师全部拐回来, 如果可以的话, 把他们整个族群纳入到妖界千灵宗势力范围内也可以啊。 引灵门大长老的方法不错, 可以借鉴一下, 反正那些小族的炼器宗师给谁干不是干。 台上大长老笑着点头, 能让宗门中多几位炼器宗师, 我这老骨头动一动, 也没有什么问题。 老大, 好久没见过你出手了, 这次我跟你一起去, 让老三留下来看家。 老二, 你这就过分了, 这事儿应该我跟着老大去的。 派上三长老说道, 哎, 还是镇守宗门的活儿更适合你。 不要争, 老三跟我去一趟妖界, 老二, 你就在宗门中好好守着。 老大, 你偏心哪, 这个主意明明是我提出来的。 那, 你跟我去妖界, 以后去极空之狱挖矿的事, 就交给老三。 我同意, 现在咱们千灵尊的兴建, 是个人就能驾驭。 这话一说出来, 千灵尊者瞬间不干了。 带着兴舟去极空之狱, 是技术好就行? 你知道极空之狱有多少区域吗? 你知道宗门所需的灵筐在哪儿吗? 你知道遇见妖族巨兽战舰五艘以上该怎么指挥吗? 我跟着老大去妖界, 你同意吗? 好, 你们去吧。 千灵尊者气哼哼地说道, 可是他也没办法, 他们家老大话一旦说出来是不会改变的。 此时, 正在引灵门咸鱼的徐凡, 突然笑着说道, 也不知道千灵尊的太上大长老会不会出马, 要是这样的话, 那一片的妖族可就倒霉了。 在妖界, 拥有无敌战力的妖族一般只有皇族, 一般的王族中最多能拥有几个像云圣妖尊那样的, 不管是人族还是妖族, 无敌尊者和无敌妖尊放在哪里都是王诈。 出凡, 来一壶清雪山岩灵茶。 徐凡刚一说完, 便意识到好徒孙已经去了长老会总部, 一个傀儡端着一壶灵茶来到徐凡身旁, 徐凡看着天空说道, 哎呀, 等宗门蛇行战舰改造成功, 去极空之狱转上一圈, 回来之后我就要闭关了, 总感觉有什么事情发生啊。 最近闲鱼的时候, 徐凡总有一种心慌的感觉, 动用补贴算术也算不出来是什么劫难, 最后唯一的感觉就是要快点闭关, 以躲避这未知心慌带来的艰难。 一天之后, 妖姐白玉巨像一族的族长一脸糟心地看着天上那两个人族尊者, 努力使语气保持冷静。 人族无敌尊者, 我族无意冒犯, 有什么事可以落下来咱们慢慢谈。 我来只有一件事, 听闻你们一族有一位山灵一族的炼气宗师, 我想借过来用个几百年。 台上大长老淡淡地说道, 一股灵牙覆盖了整个白玉巨像一族的圣城, 在这股灵牙之下, 出了妖尊, 数以百万计的白玉巨像全部被灵牙压制, 全趴或者半跪在地上, 能站起来的只有区区几位族中的天骄。 他们面带不屈之色, 抬头看向天空中的两位人族尊者, 只不过随后被族中妖尊传音呵斥, 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扶手以表示尊重。 族长看向天空, 有些无奈地说, 无敌尊者, 我都只有两位炼器宗师, 你开口不要要去一位, 是不是有些过分的? 怎么? 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吗? 台上大长老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一股杀气弥漫着整个圣城。 下方, 数十位白玉巨像一族的妖尊, 挺直身板, 警惕地看向天空中的两个人族尊者, 防止他们突然出手。 而族长思虑良久之后, 抬头看向天上, 咬牙说道, 我族让出山灵一族的炼器宗师, 今后无敌尊者可否不饶我族? 可以。 就这样, 台上大长老和三长老, 带着白玉巨像一族的炼器宗师, 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直到确定两人离开之后, 族长撤才松了一口气, 一个妖尊说道, 这就是无敌尊者的气势吗? 碾压我们如同蝼蚁一般。 我们一族, 现在只剩下一位炼器宗师了, 以后该怎么办啊? 另一个妖尊叹气说道, 能保住命就不错了, 刚才你没发觉吗? 我们一族的生死, 只在那个人族无敌尊者的一念之间呢。 实力不如人, 只能任人宰割。 族长看着两位人族尊者消失的方向, 突然有些想念两界还未融合时的生活了。 那时候, 他们白玉巨像一族, 可是在这方圆亿万公里内, 有绝对统治地位的霸主, 生活得相当滋润。 可现在, 两界自然通道那边, 多了一位人族的无敌尊者, 这就犹如一把利刃悬于头顶, 他们一族再也不像以前那么逍遥自在了。 还好悬破跟在妖皇身边, 要不然被那位人族尊者发现, 可能会下杀手啊。 不就是人族无敌尊者吗? 我们一族还有希望? 族长的一句话, 让在场的十多名妖尊燃起了希望。 对, 练技总是没了就没了, 只要破旋能以无敌之尊回来, 损失再大也值了, 到时候一定要让这无。 这妖尊还没有说完呢, 便直接被组长封住了嘴, 组长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你找死吗? 那人族无敌尊者离我们还不远, 你这么直接念叨出来, 是怕他感应不够清晰是吗? 哼, 我错了。 妖尊低下头, 意识到自己有些鲁莽了。 与此同时, 离开白玉巨像一族的两位太上长老, 都面带喜色。 太上三长老说道, 老大, 方圆几千万里, 小族练起宗师, 一共还有三位。 太上大长老笑呵呵呵地回答, 妖族都不是善良之辈, 我们现在就去解救那些小族练起宗师, 让他们感受到, 我人族的包容与博爱。 老大说得对。 三个月之后, 当千灵宗两位太上长老, 带着四位妖族练起宗师回到千灵宗时, 整个宗门练须其以上的弟子, 全部兴奋起来, 他们日思夜想地盗气, 终于不用再等那么久了。 千灵宗练起山脉, 岳湖族的练起宗师, 正鄙夷地看着站在身前的四个来自小族的练起宗师, 对千灵宗太上大长老解释道, 人族道气与妖族道气不相同, 他们虽为练起宗师, 但传承不健全。 如果练至人族法宝, 只会比一般的人族练起师强一点, 练至道气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学习。